大家好,我是小允,欢迎您来到我的养生频道。 夏季天气炎热,人体的新陈代谢比较旺盛,特别容易出汗。 很多人都喜欢吃一些冰冷的食物来消暑。 其实,这些冰冷的食物只能缓解意识,并不能真正的消暑。 并且,如果食用太多,还容易对肠胃造成伤害。 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多喝一些清淡营养的汤,来补充身体所需的水分和营养。 夏季最受欢迎是绿豆。 绿豆富含蛋白质、胡萝卜素、磷脂、叶酸、钙、磷、铁、维生素A、B、C等营养物质。 在中医学里,绿豆的药用价值与保健价值都很高。 只要我们好好地利用绿豆,就可以达到防病治病、延年益寿的功效了。 绿豆是夏天清热去火且毒的好饮品。 很多家庭夏天都喜欢在家里熬点绿豆汤喝。 绿豆性凉、胃肝,平时喝点可以消暑止渴。 而且具有利尿下气的功效。 因此,在食物或药物中毒后喝,还能起到排清体内毒素的作用。 对热种、热渴、热粒、拥居、痘毒、斑枕痘痘等都有一定的疗效。 研究还发现,绿豆中含有大量的赖氨酸、酥氨酸以及钙、铁、磷等, 可以补充新陈代谢中消耗的营养。 我们首先准备绿豆30克。 适量饮用绿豆汤能够利尿止渴,起到清热解毒的效果。 而且夏天的温度较高,身体水分流失较快。 经常喝绿豆汤能够将身体流失的水分得到补充, 维持身体的电解质平衡。 绿豆同样具有很好的外用功效。 对于创伤、烧伤、窗尖、拥居等外伤感染, 可以用绿豆汁涂抹具有很好的治疗功效。 绿豆幸违干寒,入心肺耳筋。 经常使用能帮助高血压患者预防动脉周样硬化, 可以起到很好降低血液中胆固醇含量的作用, 以及降血压效果。 要想预防中暑,除了可以把绿豆单独熬汤之外, 还可以将绿豆与其他食品一起烹调, 这样的疗效会更好。 绿豆洗净后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金银花时刻。 金银花自古以来都有个金银花路支撑, 而且芳香可口是一个非常好喝的自配饮料, 而且对于防止下秋小儿热肺有非常好的效果。 金银花是名贵药材之一, 清热解毒、痛筋活络、广浦靠菌、 对抗病毒的功效。 消炎中程药都含有金银花, 具有中药抗生素、绿色抗菌素之称。 金银花除了药用作用外, 对美容、减肥、保健与养生有着非常神奇的作用。 对身体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保护作用, 效果非常明显。 金银花还有非常明显的几个功效, 对于解暑、醒酒、醒脑、解渴、 清除体内毒素物质、 降脂、减肥、美容洁肤、 预防衰老、延年益寿的作用。 金银花对于降血压、降低血清胆固醇, 增加灌脉血流量、 预防灌心病和心脚痛, 还可以抑制脑血栓的形成, 提高人体耐缺氧自由基。 增强剂以延缓衰老、 改善微型环、 清除过氧化脂肪沉积, 促进新陈代谢, 润肤去斑。 金银花洗净后放一旁备用。 首先我们在锅中加入500克的清水。 将已清洗干净的绿豆加入水中, 开大火将它熬煮, 煮至绿豆开花后。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 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可以加入金银花将它熬煮一会儿。 熬煮大于五分钟后即可关火。 就这样, 这款绿豆金银花汤就制作完成了。 常喝绿豆金银花汤, 可以起到清热解毒消暑的功效。 此外, 它还具有抗过敏的功效, 可缓解蕁麻疹症状。 绿豆还能抗菌抗病毒, 可抑制葡萄球菌及某些病毒, 可抗感染。 再来, 绿豆中含有的球蛋白与多糖 可降低小肠对胆固醇的吸收, 即加速胆汁中胆盐分泌。 此外, 绿豆中的多糖成分可增强血清蛋白酶的活性, 让脂蛋白中甘油酸值水解, 达到降血脂功效, 预防心脚痛及冠心病。 在中医学里, 绿豆金银花汤具有消暑益气, 轻热解毒, 润后止渴的功效, 能够预防中暑, 治疗食物中毒等。 而且在现代医学认为, 绿豆营养价值较高, 蛋白质含量比肌肉还多, 钙质是肌肉的7倍, 铁质是肌肉的4.5倍, 磷也比肌肉多。 这些对促进和维持机体的生命发育 及各种生理功能都有一定的作用。 实验还表明, 绿豆能对治疗动脉周样硬化, 减少血液中的胆固醇及饱肝等均有明显作用。 但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绿豆虽好, 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饮用的。 属于含量体质的人, 如四肢冰冷, 乏力, 腰腿等痛, 腹泻, 便吸等, 不可以饮用绿豆汤, 因为它会加重病状, 甚至引发疾病。 此外, 老人, 儿童以及体质虚弱的人, 饮用绿豆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不要将绿豆吃掉。 因为绿豆很难消化, 会导致消化不良而腹泻哦, 但是饮用绿豆汤水是没有问题的。 此外, 正在服用一些温补类中药的人不宜服用, 以免降低药效。 绿豆除了可以跟金银花搭配以外, 它还可以跟一些清热泄火的中药, 如黄莲、黄芹、黄柏、 大黄叶、 板蓝羹、 牛黄等一起搭配服用, 可以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再来还要提醒大家, 绿豆不宜喝冰镇的, 否则会影响脾胃, 造成脾胃失衡而导致腹泻哦。 最后提醒大家, 这个食堂方法只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影, 我们下期再见啦。